你们一会儿都给我好好干活知道吗 看不看呀不赶紧干活 知不知道这个公司是谁的 是我男朋友的公司 我一句话分分钟让你们下岗 哼 治不了你们 你跟我出来到我办公室 我 是 出来 我告诉你啊 你们老板那个女秘书已经被我给开了 这以后她的工作就由你来接替 这 好 好 好的董事长不然 算你啊 会说话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董事长有任何动向 你都得私下里告诉我 知道吗 行行行 我明白 行了 你先去忙吧 哎 好 谁啊 来了 谁啊 来了 娘子 浩迪 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快进来 哎 不是 奥迪 阿姨啊 你们两个怎么传这事啊 燕子 实话跟你说吧 奥迪的公司破产了 破产 阿姨 你就别开玩笑了 这那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破产 奥迪 这不是真的吧 燕子 是真的 你看我都破产了 明天咱俩的婚礼可能就不那么冷冷了 什么 真的破产了 那 那还结什么婚啊 燕子 你别着急啊 简单的婚礼 这个钱我还是有的 不是 你是真傻 还是假傻呀 你都穷成这样了 现在落魄了 我为什么还要嫁给你啊 燕子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是说过吗 你只在乎我的人 不是在乎我的钱 得了吧 那是以前 你有钱的时候 在当今这个社会 谁不看重钱啊 看重你有什么用啊 饿了能咬一口党宝啊 燕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看你们两个 明天都要结婚了 再说了 你们两个在一起 这么多点感情 不能说散就散 是吧 行了阿姨 这感情啊 再深厚 也抵不过没有钱 买不起柴米油盐的日子 有句话叫做 凭见夫妻 百事哀 不用我告诉你吧 再说了 现在这种情况 我怎么可能 嫁给你儿子 我第一道房再去 燕子 你终于把你们心里话 说出来了 虎虎一巴露出来了 儿子 我说 她是个爱不虚荣的女孩 你也不信 这下信了吗 燕子 我真是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我真是看错你了 行了吧 我还看错你了呢 我本想着 找到你以后 我以后下半辈子 吃喝不愁呢 谁成想 这结婚前一天 你竟然破产了 这得亏啊 我没嫁给你 如果我真嫁给你 这下半辈子 不得替你还债呀 我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么势利的人 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 没想到我落魄了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今天对我说这样的话 你以后可别后悔 后悔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你现在就是一个穷光蛋 我巴不得 跟你们撇清关系 我好再找下一个呢 燕子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这幸亏啊 你没嫁给我儿子 你要是真嫁给我儿子的 你让儿媳妇 我也不要 行了吧老太婆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们家 要是能娶我这样儿媳妇 那是八辈子烧了高香了 你现在就是巴塔大叫 来踩我 我也不嫁 这可是你说的 别后悔 后悔 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后悔两个字 你们赶紧走 燕子 实话告诉你吧 我根本没有过程 好迪 我知道你对我感情深厚 但是现在 你不用再用这种方法来骗我了 我不信 燕子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今天因为什么这样做 别说了 我不同意 妈 怎么不同意了 你说我为什么不同意 我一直都没同意 妈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为什么不同意 再说了 我们两个明天就结婚了 结什么婚呀 你们结婚 我先跟你说好 我不猜你啊 妈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说吧 要怎样 你才能去 儿子 今天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第一眼看到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人啊 人品不行 他呀 就是图你的钱 妈 他人品怎么就不行了 他和我在一块的时候 他挺好的呀 再说了 他也没花过我多少钱啊 儿子 我都听说了 他现在还没和你结婚呢 就在公司 要无扬威 去那个 炒那一个 你要是这和他结婚 这个公司 就是他的呢 妈 你想多了 他可能也是为我着想的 我想多了 我都是过来人 我什么不知道呀 儿子 我跟你说 不经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知道吗 我吃不得眼 别走的路都多 妈 你怎么扯偏了呢 王后年 你到明天 怎样才肯去 必须啊 按照我说的去做 行 妈 只要你明天肯去 你叫我做什么 都行 行 什么 奥迪 阿姨 这 这 这都是真的 打住 阿姨这两个字 我受不起 我是老太婆 不是 阿姨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奥迪 我刚才那样做 是想着你那么大的公司 突然破产了 怕你颓废下去 我之所以那样做呢 是为了激励你上进 你可别误会我啊 行了 李燕子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清楚了 别在这假惺惺的了 没人陪你在这演戏 老爹 你要相信我 我是真的为了激励你 不是演戏 再说了 这明天婚礼啊 就要举行了 你说所有的情节 已经发出去了 这结婚当天 不能没有新娘啊 咱俩以后 好好过日子啊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明天的婚礼 就不举行了 我会打电话 一个一个说清楚的 我宁可打一辈子关门 我也不会娶一个 眼里只有钱的女人 妈 我这走 奥迪 阿姨 你们听我说啊 奥迪 阿姨 奥迪 奥迪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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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